在马路边上的垃圾堆里,出现了一条流浪狗,它静悄悄地趴在一个纸箱子旁边,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,却依然趴在原地,不愿离开这里,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。 它在寂寞的道路中坚守着什么?已经几天了,它几乎没有离开过。 附近的人很好奇,想走进去帮助它,但是流浪狗非常害怕人类,只要一靠近它,它立马逃走了。 但它并不会走得太远,就在能看到垃圾堆的地方蹲了下来,它一直在观察这边的情况,垃圾堆里似乎有它放不下的东西。 想要帮助它的人去检查了流浪狗住的环境,它的生活条件非常差,不但因为靠近垃圾,更是因为天气寒冷,把水和食物全都冻住了,它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。 流浪狗为什么还要坚持呢?就在人类离开后,流浪狗环顾四周,看到没人它又走了回来。 这一次,它走进其中一个纸箱子,看了看里面的情况,似乎还舔了一下里面的东西。 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。